慈忌姻缘的确不可思议 住在福建漳州的颜子华 做裁缝修补衣服 生活平淡踏实 十多年前收看大一电视台 看见蓝天白云无私付出的身影 内心相当感动 他也发愿一定要认识慈忌 终于两年前慈忌志工到漳州带动环保 颜子华立刻参与 而他不止自己付出 更在社区成立环保点 也跟客户分享慈忌室 一年多的时间 接引了200多位的民众加入 把握姻缘付出 颜子华信心满满 慈忌路上精进不退转 双手忙分类 双脚也不停歇 小小环保点凝聚大大的闪念 我们是第二周的环保日 现在我们还没到我们就满了 所以我们要马上再做 或许空间小 更因为乡城区的环保志工 回收观念推广得好 这个环保福田 就在慈离志工 颜子华的住宅社区里 而他的裁缝工作室 距离不到十步 修改衣服 一手好本领 这工作颜子华做了几十年 但最近顾客上门 却常常找不到人 他们有时找不到我说 你去哪里 我说我去做慈忌 他们什么是慈忌 然后我就把我们的慈忌 在里面跟他说一下 有的人他听了 很好赞叹 有的人说在哪里 什么什么 他们一直问 就是希望捷引更多人 认识慈忌 因为能与慈忌结缘 颜子华盼了好久 2000年文理员那边 就有钻那个小顶 在看待他的时候 这个团体这么好 要是来大陆 来到我们身边 不知道多好 我一定要去参加 真的有怨就有力 09年蓝天白云来到漳州 颜子华梦想成真 四月份南京 从这边来到漳州 所以我五月份就知道 我去参加 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去做环保 我那个一心就想去交三款 没有别的想法 募款也要募心 一年多时间 颜子华又行动 接引了200多位民众 参与慈忌 连婆婆 妈妈 也成了慈忌会员 他们看待一台说 你看那边水灾 火灾 你看这么很多 海地地震 你看他们都有看到 婆婆跟妈妈 他们说 我们十块钱可以吗 可以啊 姻缘不可思议 现在颜子华 说慈忌 做慈忌 让法入心 坚定慈忌 菩萨道 一定要跟着善人的脚步走 一定要把我们慈忌的理念 传播给人家 待新闻 欢迎您成立为 福建漳州 采访报道